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连小弟弟都要甘拜下风 今天我就要讲一讲春秋时代一场最持久的内战 上一话我们讲了楚国 这一话我们把视线描向北边的晋国 晋国地处今天中国的北方在当时属于边疆地区 在春秋初期 晋国君主的弟弟被封在曲卧这个地方 为了取代哥哥的军位 这个充当曲卧领主的弟弟不断在曲卧发展势力 在这之后的几十年间 晋国君主和曲卧领主不断发生军事冲突 曲卧两代领主和晋国君主斗了几十年 都没能推翻晋国君主 哎 同样是解决地区危机 人家欧洲人用公投 而我们中国人要不叫批人 要不叫贿赂 其实曲卧领主和晋国君主 为什么就不可以找到一种相不妥协的方法实现双赢 非要多给你死我活呢 曲卧第三代领主使称曲卧武功 他即位之后 晋国君主很快派兵攻击曲卧 这一次年作为全国老大了周天子也赶来助阵 晋国君主是个很精明的人 他直到一来武功刚上台根基未稳 二来武功在晋国合计一方 摆明就是做二五载猫法 这不符合周理 至少在道预上武功站不住脚 没法得到天下人的支持 晋国君主利用这些特点 再把周天子拉上 连全国老大都来助阵 那么晋国君主的行为似乎特别有争议性 就像今天美国人党SS有联合国支持一样 晋国君主利用周天子壮大了进军的军行 这段战争大概是这样的 稍微的雷人建议看国们戴上避雷针 晋国君主和周天子的联合军队赶到了曲国的边境 派人给曲国武功送了战术 约好明天早晨开战 武功他自己家里收到了战术 赶忙叫人把整个曲国的部队调集过来 然而由于信息传递不流畅 很多地方的人根本赶不及赶到几千年 武器也没办法到每个人手里 第二天武功那次什么都没准备好的军队 来到了曲国的边境线 一眼望去每个人向物业搭上了前接工 两军将比面对面互报姓名之后 看到太阳当头照 我对我想小鸟说我改打了 那是的 这个时候战就开始了 显然曲国军队人数不足武器不足 完全不是庞大了联军的对手 打了大约四个小时之后 曲国军队摆下阵来 复回了曲国境内 你可能会问 为吗战争战争打得这么恶兵 打战前主动通报敌军 打仗过程没有草藏接近 秩序汉宗金帮八卦这样的屌丝计谋 更没有地道将地雷战身派存管和敌军号到底 我告诉大家 其实那时候的战争都是正面仗 两军堂堂正正面对面打仗 绝不肯用任何迎招 仗是打完了 前后只花了两天的时间 但进军和周军把曲卧团团包围 对刚上台的武功来说 他好像只有两个选择 要不敌人把他暴击 要不他被敌人暴击 面对大军压境 武功的下属们表示四死抵抗 绝不妥协的可能 也许有人会说这群下属是在装逼吗 他们真的不怕死吗 其实我想告诉大家 这群下属还真不怕死 至少他们知道死也绝不会求饶 因为那时候的中国人特别讲节奏 认为尊严比生命重要 宁可放弃生命 不可放弃尊严 卢华 你说的不是没有道理 不过变通的极致就是猥琐 如果要猥琐得有特色 就要学习后世明朝末年的那群狗官 他们为了理事成为北京跑的名副 其实就像狗一样 谁都其好也赶不上他们 这些老伯伯不仅是猥琐难中的战士 简直就是赶死队 虽然他们没有NBA内线杀戏奥链的一身飙肉 但是他们拥有将五指弄得和城墙要厚的信念 我个人觉得没有良知 没有进取的变通就是猥琐 下面我就给大家讲讲什么叫真正的变通 面对下属们群情激愤 身为领主的武功不负众望 他怀在一项激情 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 求和 下属们一听顿时都实话了 哦 shit 老大的节操掉落的也太他们紧凑了吧 是的 在那个极端比试狗血偷生的社会环境里 武功背负了不亚于成龙大哥面对儿子吸毒那样巨大的精神压力 面对武功的求和 晋国君主觉得自己也没法一下子相会取